视频中这个情绪激动了女子名叫梦瑶 今年20岁 那么她到底遭遇了什么 又是谁让她情绪如此激动呢 这一切还得从梦瑶的母亲张女士向我们求助说起 张女士说 女儿不知犯了什么错被婆嫁赶出了家门 并将女儿的衣服和婚纱罩全部给扔了 女儿现在回娘家已经半年了 女婿和亲家非但没给女儿打过电话 也没有要接女儿回家的意思 据张女士透露 女儿梦瑶是自由恋爱 结婚已经有两年了 并育有一个可爱的女儿 可自从女儿半年前从婆嫁出来几天后 婆嫁人便再也不让女儿进家了 孟瑶也哭诉自己上次去就被关门外 可她实在太想念女儿了 这次为了弥补半年未见的女儿 她特意给女儿买了几套新衣服和鞋 可半年前孟瑶为何丢下女儿要从婆嫁出来呢 出来之后她的婆嫁人又为何不让她进家门呢 为了弄清楚事情的真相 我们来到孟瑶的婆嫁见到了她的公公 公公的话让调解员十分不解 既然已经结婚连孩子都有了 为何还要让他们分开呢 提起儿子和儿媳这两年的婚姻生活 李大爷就哀声叹气嫌丢人 那么儿媳孟瑶究竟做了什么 让公公都觉得难以启齿呢 作为一个二十来岁的年轻人 儿媳孟瑶外出工作也是很正常 可是她公公为什么不同意呢 李大爷表示 自家的孙女还小 她希望儿媳在家里好好带孩子 因为他们老两口还能挣钱 家里也不指望儿媳挣那点钱 面对公公的说辞 孟瑶显得十分委屈 孟瑶的话让公公十分愤怒 她指责孟瑶纯粹是在胡说八道 李大爷告诉调解员 他们家开了个面粉加工厂 除此之外 家里还养了三十多头牛和一百多只羊 所以他们家的经济条件还算过得去 而且儿媳在嫁到他们家之后 她和妻子从来没有断过儿媳的零花钱 可令他们老两口没想到 儿媳对花钱一点概念都没有 竟然要求老伴给一万多去整形割双眼皮 这事儿让公婆十分不满 认为他们不缺儿媳钱花 但也不能任由儿媳拿钱去造 于是老伴没答应给儿媳钱去割双眼皮 小姐员听了孟瑶的话 不由地批评孟瑶 虽然说爱美之心人皆有之 但也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去办事 一旁孟瑶的母亲对女儿的做法也不赞同 她说自己家跟亲家家里差不多 都是靠做苦力赚钱 知道其中的不义 如果这件事情换作是她 她与亲家的想法也是一样的 听到亲家理解自己的做法 孟瑶的公公说出了更过分的事 李大爷告诉调解员 如果仅仅是因为儿媳割双眼皮的事情 她也不会让儿媳进家 更不会将儿媳起诉到法院 那么后来孟瑶又做了什么 怎么会闹到让公公去法院起诉的地步呢 李大爷说 当时儿媳割完双眼皮之后 就拖着行李要出去打工 自己怎么留都留不住 李大爷说 儿媳找不着他们一家十分着急 于是打电话给孟瑶的妈妈 不要亲家母说自己也管不了女儿 对于亲家公的不满 孟瑶的母亲说 女儿没回娘家 她确实拿女儿没办法 那么孟瑶既然出去打工了 她为什么就不接公婆的电话 她这次离家出走之后 又究竟去了哪里呢 李大爷说 儿媳染着夸张的蓝色头发 戴着八厘米长的支架套 在光灌陆离的酒吧里疯狂敬舞 他和儿子看到那一幕就怒从心头起 李大爷说儿媳任性贪婪的行为也伤了儿子的心 儿子回家就将儿媳的衣服和结婚照 通通丢到了另外一个房间 李大爷眼见儿子如此痛苦 便希望儿子跟儿媳孟瑶彻底分开 一旁的孟瑶承认公公说的属实 可孟瑶表示 自己只是在酒吧上夜班兼职卖酒 但公公他们觉得那种场合 不是梁家妇女随便进去玩的地方 但他认为那种地方 自己偶尔去玩玩还是可以的 对于女儿这种不顾孙女 还任性贪婪的心思 孟瑶的母亲也十分无奈 她表示自从得知女儿去酒吧上班后 她也一直打电话要女儿回家 可女儿就是不听她的 张律师劝说女儿 还掉坏习惯回家带好女儿 在屋里的李大爷看着儿媳 丝毫没意识到自己的错误 并做出改变时 他也对儿媳孟瑶彻底失去了信心 李大爷表示 如果孟瑶回家后继续这么任性 要是再过几年再生个孩子 孟瑶还是不改变自己 那这个家的日子还怎么过 在外面的孟瑶再次听到 公共阻拦她回家 她的情绪又激动起来 她说自己回不了家 就是公共从中作梗 让自己的丈夫子杨 夹在中间左右为难 孟瑶说自己与丈丈感情深厚 而且丈夫也支持 她目前所做的工作 所以她认为自己无论做什么 只要自己的丈夫不反对即可 那么孟瑶说的是真的吗 几分钟过后 李大爷将儿子叫回了家 我对她现在确实有感情 这点不佳 确实有 我希望呢 这是改变不了了 但是事闹了这种地步 她从这开始之后 我脸上开心不起来 因为我砍着她 我一旦砍着她想太多了 子杨说她的确深爱着妻子 但这并不能代表 她同意或者默认妻子去酒吧上班 因为她害怕妻子在灯红酒绿中迷失了自己 她也过不去心里那道坎 期间她也多次给孟瑶发短信 希望妻子能辞去工作 回家来好好跟自己过日子 孟瑶眼见丈夫并没有如预期地支持自己 继续去酒吧工作 还跟公婆站在同一阵营指责她 孟瑶伤心地跑出调解现场 任性地表示不要调解了 调解员也十分不解 明明是孟瑶请求自己来调解和好的 就因为她的丈夫不支持她继续去酒吧上班 她就任性地大吵大闹 为何就不想着为了丈夫改变自己呢 那么孟瑶为何如此任性 连自己母亲的话都听不进去呢 张女士无奈地表示 她现在也拿任性的孟瑶没有办法 而孟瑶之所以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可能跟孟瑶小时候留守的经历有关 张女士说 她在孟瑶两岁时就出去打工了 孟瑶一直跟着爷爷奶奶长大 可能从小没感受到母爱 以及母亲的教导和约束 所以造成她现在任性 以自我为中心的性格 调解员团队经过讨论后 孟瑶之所以这么叛逆任性 大部分是由她的原生家庭环境造成的 在分析出深层原因后 调解员认为解铃还需系铃人 作为孟瑶身边最亲近的人 调解员建议母亲张女士 去跟她沟通和交流 去给她未来的人生路 做正确的指导和指引 调解员的指导 让张女士也明白了 跟女儿沟通的方法 那么调解员的方法 会让孟瑶回心转意吗 张女士说完心里话 也常说了一口气 她说这是多年以来第一次与女儿沟通 女儿认真听完没有发脾气 经过几个小时的沟通 看到孟瑶的思想发生转变 调解员也十分的高兴 她打铁趁热地继续劝说孟瑶 既然已经成为孩子的母亲 就应该担起作为母亲的责任 用心陪伴呵护女儿成长 尽量给女儿的成长路上少留点遗憾 另外要学会慢慢收敛自己的脾气 争取早日得到大家的认可 听到妻子愿意做出改变时 紫阳的态度也缓和下来 她说事情闹到这个地步 是谁都不想发生的 既然妻子愿意改正错误 她也愿意好好跟妻子过日子 这时一旁的公公也表明了态度 眼见公公如此为自己小家着想 孟瑶也终于放下对公公的成见 她表示自己的脾气一来 连自己都受不了 所以以后要改掉自己的坏脾气 至此一段叮咛破灭的婚姻重修于好 相信孟瑶有了此次经历 一定会成熟懂事起来 对此 你有什么想说的呢 欢迎大家留言讨论